丧尸病毒爆发的时候 我正在给全监狱最危险的重刑犯治疗失眠 眼看逃生无望 我孤注一掷催眠他爱我入骨 睁眼后他化身死神 待我杀出重围 夜晚他将我压在身下 面露疑惑 又骄又耸 我怎么会看上你 我舔着脸哄 坐牢三年半 母猪赛貂蝉 我知道月无恙危险 但没想到这么危险 他带着我去搜寻物资 本来应该悄无声息 他偏要招要过世 浩浩荡荡的诗群如同海浪般嚎叫着 追了我们三条街 月无恙无比亢奋 骑着鬼火载着我极限狂飙 腐烂的脸近距离从眼前闪过 扭曲的手臂 争先恐后地擦过我们的手臂 森森植鼓划过发丝 他高声吆喝 邪气勾笑 油门一拉到底 那样子不像是在逃命 倒像是在遛失 偶尔刀光一闪 劈开某个身的太近的脑袋 红白脑浆瞬间喷洒 热乎乎地溅上我的脸 我叫都叫不出来 只能无助闭眼 八爪章鱼般死死扒在他身上 黑色鬼火不要命地冲向断桥 重重坠落 火星落下 加油战引爆 瞬间变成一片火海 月无恙悬空攥着绳索 单手搂紧我 在火光中亲我惨白的脸 乖 这次没叫 有进步 进步你马 根本叫不出来好不好 看着火海中扭曲变形 凄厉哀嚎的丧尸 好想吐 最好吐他一声 这个疯子 他比丧尸还危险 浴室门拉开 月无恙带着一身水汽走出来 我想谈谈 一抬头 我瞬间压住 他裸着上身 正拿着毛巾 漫不经心地擦着湿发 邪腻的眼狭长深黑 眼尾微微上挑 带着鼓说不出的风情 眉形张扬 野性十足 冷白的皮肤 衬得薄唇欲加飞红 他平时清冷锐利 像一把行走的利刃 没想到脱下球服 却像个勾人的妖颈 尤其一身漂亮的薄肌 匀衬有力 线条流畅 水滴顺着胸肌 腹肌 人一线 一路向下 口水擦擦 月无恙择了声 将毛巾扔来照我头上 我老脸一红 默默转头 月无恙开了罐啤酒 仰头惯下 走过来朝我身边一坐 修长的手指掰过我的脸 还在怕 音色慈雅 如同大提琴 不知道是不是心有余悸 我只觉得浑身发软 抱歉 吓到你了 他撩开我鬓脚乱发 带着丝又轰的意味 太近了 荷尔猛气息迎面扑来 我受不住的后倾 没 没有 要跟我谈什么 他又靠近一分 大脑乱成浆糊 我胡乱摇头 他轻轻一推 我倒在床铺 灼热的身体贴上 含笑的唇缓缓压下 我慌乱的攥紧床单 心跳如肋骨 最后没出息的 假装咳嗽侧头避开 月无恙 把头埋进我脖梗 滴滴笑了 又娇又怂 我怎么会喜欢上你这样的女人 这是怀疑了 不行 催眠会失笑的 我一慌 捧起她的脸 狠狠亲了上去 坐牢三年半 母猪赛貂蝉 你没得选 你在里面的时候 我没嫌弃你 现在你也不能嫌弃我 妈 我出息了 我抢问男人了 还是个不能碰 一碰就削人手指 挑人手巾的风批 月无恙是监狱重刑犯 我是一名实习御医 我来的那天 正是她转育过来的日子 整个监狱如临大敌 负责人只跟我们点了下头 匆匆下了楼 我们站在楼上 看着一个年轻男人 被压戒着从车上下来 她神色淡漠 闲停信步 散漫的环视一周 像在巡视自己的地盘 跟周围神经崩到极点的众人 形成鲜明对比 这就是A间转来的那位 这些天 大家为她盲成狗 听说她是杀手组织养大的 一个人干犯一个黑帮 看样子就很棘手 以后有的忙了 同事们低声议论 师姐胳膊肘碰了下我 兴奋地盯着楼下 长得可真带劲 你说我们以后 有没有机会给她治疗 我摇了摇头 表示不知道 当时也没什么感觉 就是觉得可惜 这么年轻 看起来也不像个暴虐狂 事实证明 我还是太年轻 很快 她用一把勺子 捅下一个故意找茬的罪犯 她一个人在洗衣房 打残一伙偷袭者 监狱老大半夜摸进她房间 想要报仇 监控被破坏 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第二天 老大已经口吐白沫 神志不清 御医们忙得团团转 就连我们实习生也没能幸免 老大提起月无恙的名字 就瑟瑟发抖 留下严重的心理阴影 不得不接受心理治疗 但她始终不肯说那天发生什么 甚至连指认都不敢 当月无恙从禁闭室出来 走哪都如同摩西分红海 所有犯人对她又敬又畏 从监狱新人到新亡 她只用了三天 谁能想到暴虐狂会失眠 而且药物免疫 只能催眠治疗 更没想到 这个重任会落在 我这个菜鸟身上 虽说我这门课学得相当不错 但也不能让我这个新人 去给狮子唱摇篮曲 我很耸地找领导求情 表示我很怕 我不敢 领导叹气 我也不想你去 是他选的你 你也知道 催眠的基础 就是患者对医生的信任 我如遭雷击 拿镜子照了又照 我到底哪里长得和疯子演员 治疗那天 我磨蹭好久 要不是怕他生气暴走 我还会在门外叹会气 等我鼓足勇气走进去 月无恙正坐在窗边 拿着本书静静看着 浅淡的日光打在他的侧脸 像镀了层金边 整个人填尽美好的像浮华 我赶紧摇头 甩掉幻觉 醒醒 这是恶魔 你好 我叫林晓 是你的治疗医生 我倾壳一声 露出职业性微笑 我知道 月无恙懒懒抬头 扬了下手里的书 那是我的专业书 上面写着我的名字 昨天忘了带 随手放在桌上 我后知后觉的想起 里面有我无聊时的二次创作 天马行空的恶搞涂鸦 还有背不下知识点时 情难自艺 激情澎湃的疯狂吐槽 还给我 我激动地抢书 抢完一将 直咽口水 月无恙赤笑 别担心 我不会对你怎么样 他插都往以备一靠 长腿伸到桌上 悠哉油哉地晃动 你可是我亲自选的医生 搞坏没得换 我谢谢哦 不是 你到底看上我呢 我改不行吗 想知道为什么选你 他一下看穿 薄唇微翘 勾出个意味深长的笑 我直觉不是个令人愉快的答案 果然他逼近我 狭长漆黑的眼睛盯着我 因为你看起来很蠢 不太可能借机捣鬼 我深深吸气 决定不搭理他 赶紧做正事 做完赶紧滚 月无恙躺在治疗床上 我语声轻柔 缓慢地引导他放松 可我的阳光 沙滩 青草地 还没有描述完 他已经闭着眼笑出声 你没必要 为了迎合我对你的判断 就显得这么不专业 什么 你就这么急吗 都没有问我失眠的原因 难道不是心理压力大 毕竟你做了那么多坏事 我付匪着 面上从善如流 对不起 请问你是因为 太安静 太安逸 啥 我感觉脑干不够用 所以别给我扯那些 可笑的沙滩草地 找本恐怖小说 挑最血腥的读就行 我一连找了几本 才找到符合他要求的 读完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却睡得很香 香了我叫了几声 都不行 我伸手推他 只见刚碰到 瞬间就被锁住喉咙 反压在床 不想死 别碰我 他悠悠地说 眼里的笑都带着杀气 现在这个说碰他就死的疯子 紧紧搂着我 把我颜丝合缝地 镶在他的怀里 年轻蓬勃地身体像个火炉 不知为什么 他一直忍耐着 只是身体的反应很直白 我难受地挣扎了下 又被他捞回报警 他闭着眼 亲我的头发 乖 别闹 会被怪物抓走 悦无恙 觉得我很弱 弱得他担心 出去一趟回来后 我就成了丧尸的典型 他不止一次盯着我 怀疑自己的眼光 看得我心惊肉跳 最后又自我安慰 至少嘴唇很软 他很喜欢 他到哪都会把我带着 我感觉自己像是被某只 大型食肉猛兽圈养的宠物 但外面也不安全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他决定对我进行 末日生存训练 越无恙的培训 简单又粗暴 先是向我展示 各种惨不忍睹的丧尸死法 等我吐啊吐啊 终于吐习惯 他直接抓了只丧尸 砍去双臂 让我练习近身搏斗 我完成后 他就抓完整的丧尸陪练 先是一只 然后两只 三只 数量不断增加 场地不断变换 每次他都先示范技巧 再让我照着练习 他散漫的暴毙 斜靠着一旁树干 嚼着口香糖监督 我做得好的时候 他喊老婆真棒 我艰难应对时 他指点助威 我被丧尸反杀四处乱窜时 他冲上前帮我干掉 抱住我摸头杀安慰 除了长刀短刃 他还教我各种射击 手枪 手雷 威冲 对于暴力武器 他似乎就没有不会的 高强度训练三个月后 我这个弱鸡脱胎换骨 现在我杀丧尸的时候 他就在一旁做点好吃的 有时这个烤架烤肉 有时悠哉悠哉的煮鱼 等我结束后 他就奖励一个吻 说老婆辛苦了 然后帮我洗干净手 地上香喷喷的食物 有次他把我关进小黑屋 在里面关了二十只丧尸 等到大门打开 我直接累到晕倒 月无恙 吓坏了 再看到我被碎玻璃滑坡的手心 直接破防 行了 不练了 反正有我 他红着眼眶 我会保护你 只要你别离开我身边就行 我本来还撇着嘴 借机发泄这些天的辛苦高压 一听他的话 吓得立刻精神抖擞 不行 我 我不能拖你后腿 开玩笑 怎么可能不离开 催眠只是一时的 现在他不再失眠 我也没机会强化 指不定哪天他就想起来 到时候他会不会搭掉我 在那之前 我必须拥有自保能力 随时开溜 可这些日子的相处 不是假的 他甜蜜美好的像一个梦 月无恙的宠溺 让人沉沦 他强大俊美 不心动是很难的 尤其在这秩序崩塌 弱肉强食的末世 谁能想到 那么冷酷风魔的人 会对自己的爱人这么疼爱 可惜这一切都是假的 我的爱是骗来的 正愣间 他已经洗干净我的伤口 还包扎成蝴蝶解 我心中酸软 忍不住轻轻抱住他 月无恙 有没有人骗过你 嗯 后来呢 嗯 坟头草比你还高了吧 我一个哆嗦 所有奇梦破碎 算了 放弃幻想准备战斗 我从他怀里挣脱 质地有声地说 我觉得 我还可以打十个 月无恙开始带我频繁外出 他说 只有实战才能快速成长 在超市搜寻物资的时候 我打爆丧尸头 救了个被扑倒的少年 他的同伴闻声赶来 看到冲在前面的女人 我的眼眶红了 师姐 沈倩愣了下 露出不敢置信的表情 冲过来跟我抱成一团 林小 你还活着 太好了 那天我想回头找你 可是丧失太多了 我进不去 他激动得语无伦次 大家都没能出来 只剩我们了 老婆一声轻呼打断我们 月无恙不悦地走来 冷着脸将我从沈倩怀里拉开 沈倩一副见了鬼的表情 好一会才反应过来 目光来回扫视 你们 我们早在一起了 月无恙揽着我的肩 姿态巨傲 当然这么私密的是 我老婆以前一定没有告诉你 沈倩满脸震撼 嘴巴半天合不拢 她偷偷描我 我努力用面摊神情 表达言外之意 不愧是同门三年 她瞬间懂了 哦 那我就放心了 看得出你把她照顾很好 这不是客套话 相比较他们几人的风尘仆仆 灰头土脸 我确实好太多 虽然身上也有血污 但衣服是新的 脸色红润 精神放松 甚至手上还戴着漂亮的宝石桌子 这是月无恙路过珠宝店挑的 对面年纪小点的女孩一直盯着我 满脸不加掩饰的羡慕极度 我们有个营地 有吃有喝 你们要不要一起来 沈倩惩承着邀请 我没说话 转头看月无恙 她似乎很高兴我没有一口答应 笑着揉了揉我的头发 头也不回地拒绝 不去 我们要过二人世界 沈倩带住 我脸色爆红 月无恙态度冷淡 明显不想搭理他们 她气场太强 就算一声不吭 也让人莫名冒冷汗 沈倩不敢多说 匆匆跟我告别 临别拥抱时 她趁月无恙不注意 偷塞了张纸条给我 无声地说 来找我 晚上月无恙 把打来的野鸡处理了 包了锅香喷喷的鸡汤 我想着口袋里的纸条 喝得心不在焉 别想了 他们不是好人 她一语道破 你怎么知道 黑暗的气息 我太熟悉 她是我师姐 现在不是了 我瞪着她 胸中气闷 我知道末世人性泯灭 但不代表谁都不能信 如果真这样 那我是不是只能带她身边 看我不服 月无恙也不生气 她撑着头 笑着勾起我的下巴 慢悠悠地开口 看来只教你杀丧师不行 你该学习杀人了 我吓得一哆嗦 埋头狂吃 假装什么都没听到 可是有些事 越是逃避 来得越快 当晚我们就被暗算了 在熟睡的时候 被人迷晕绑走 昏迷前 我隐约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她说绑紧点 她很危险 多打点肌肉松弛剂 等我醒来 果然看到沈倩 她依偎在一个脸上 带巴的光头怀里 娇滴滴地说着什么 周围乱哄哄 一群人正在瓜分我们的物资 沈倩看到我 竟然笑得很坦荡 林小 别怪我 都是这个事倒逼的 你们这么多物资 就像肥肉掉进狼窝 没有我也会有别人 不过你放心 我跟大哥求情了 只要你们加入就能保命 好汉不吃眼前亏 我毫不犹豫地点头 行 我们加入 光头色咪咪的一笑 加入就要守规矩 我这里讲究的是公平公正 一起搜寻物资 一起杀丧尸 一起分享成果 包括女人 我的脸立即白了 难堪 羞辱 愤怒 涌上心头 如果不答应 我就杀了你男人 无数道视线落在我身上 嘲讽的 猥琐的 冷漠的 我喉咙发紧 遍体声寒 做梦 月无恙 不知什么时候醒来 黑眸森冷 声音很利 老子还没死呢 谁敢动他试试 光头一脸忌惮 但看着他 被绑得五花大绑 又凶横起来 狂什么 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为丧尸 说着 两个壮汉就走过来拉人 等等 沈倩出声阻止 她站起身 谴责地看着我 林小 是你催眠她爱你吧 当时你正在给她治疗失眠 那种情况下 情有可原 没人会怪你 可做人要有良心 你已经利用她逃出来 欺骗她护你这么久 难道现在还要为你可笑的真结 害她丧命 闭嘴 月无恙 一声爆和打断 黑眸深深地看着我 声音低软 甚至喊着一丝笑 老婆 我不信别人 我只信你 你说什么我都信 在那样殷切的目光下 我竟然没办法撒谎 月无恙的眸光 一点一点地暗淡下去 你就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我攥紧手指 不敢看她失落的脸 沈倩卑鄙无耻 但她有一点说 对了 月无恙不欠我什么 我不该再死拽着她不放 对不起 我低声道歉 然后转头看向光头 雨声坚决 别动她 我听你的 夜色深重 沈倩穿着轻薄的吊带裙 拼停扼那地来到牢房 她笑着塞给开门人半瓶酒 将人支开 妩媚的视线 贪婪地看向牢房深处 月无恙被吊绑着 身形奇长 眉眼低垂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沈倩走进去 站在一米开外 长长地叹了口气 你现在一定很难过吧 看得出你对林小冬的真情 她真的太过分了 骗你卖命就算了 还欺骗你的感情 月无恙恍若未闻 窗外月光落在她轮廓分明的脸上 显得冷酷又迷人 沈倩心跳加速 你想不想报仇 我可以帮你 月无恙抬头 冷冷看她 我想帮你 心甘情愿 沈倩往前一步 我跟她不一样 她只会欺骗你利用你 我是真正仰慕你 从看到你的第一眼 我就爱上你了 月无恙玩味轻吃 怎么帮 看到她有所松动 沈倩激动得两眼发光 我对这里很了解 我能帮你拿下营地 成为新的首领 你从来就不是等闲之辈 你应该成为乱世之王 而我将是你最虔诚的信徒 至于林晓 我会把她绑到你前面 要杀药寡随你处置 别难过 你只是被她催眠 你根本不爱她 月无恙听到最后 嘴角微勾 只是那笑意满邪气 不染眼底 过来 沈倩心中一喜 以为她被说动 瞄了眼她被绑的双手 大胆走上前 我还可以帮你 声音戛然而止 她不敢置信地 看向紧握自己喉咙的手 不明白她是怎么挣脱的 月无恙像是刚打完盹的恶魔 笑得残忍而轻慢 蠢货 谁告诉你 我被催眠了 说完咔嚓一声 沈倩的脖子被拧断 我咬牙闭眼刺下 扑斥一声 利刃如肉的声音 刀是月无恙送的手镯改造的 她昨天才教我怎么使用 本来可以刺中光头的心脏 太紧张 湿了准头 光头嘶吼着将我一掌打翻 她要不是喝醉 我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她像被激怒的黑熊 怒吼着向我扑来 我一脚踹向她的伤口 她痛叫着拎起我的脚踝 将我摔向墙壁 我像面条一样软绵绵滑倒 浑身剧痛 头晕目眩 光头凝笑着走来 恶心的脏手伸过来 扑的一声 那手还没碰到我 丑恶的嘴脸突然裂开 是真的裂开 裂成两半 鲜血和脑浆喷了我一脸 我呆呆地看着血雨之后 显露出来的月无恙的脸 她扔掉低血的长刀 像刚切开一个西瓜般随意 雨声不满 跟你说过多少次 手要稳 恍惚又回到魔鬼训练的时候 她被抓就是为了让我练习杀人 她说过 光杀丧尸是不行的 你是故意的 我颤抖地问 月无恙没有否认 手在衣服上潦草擦了下 向我伸来 我不敢接 我真怕了 不知道她会怎么对付我 对不起 我怯弱地往后退 除了这句 你就不会说点别的 别杀我 在我俩大眼瞪小眼的时候 外面已经乱了 营地里到处都是惨叫声 几只丧尸嚎叫着冲进房间 趁着月无恙砍丧尸 我爬起身 头也不回地跑了 站住 你他妈还敢跑 月无恙气冲冲地追在身后 我一边拼命狂奔 一边躲避丧尸的攻击 多亏之前的训练 磕磕绊绊冲到铁门 外面夜色昏暗 只要跑进前面那片密林 就能甩掉它 我咬牙加速 黑暗里突然冲出一只丧尸 将我扑倒 气喘吁吁地解决完 又一只扑来 脚踝扭伤 传来钻心的刺痛 我完全站不起来 惊恐地看着腐烂面孔 嘶吼着咬下 千军一发之际 一柄飞刀正中眉心 丧尸应声倒下 月无恙的身形从黑暗中显现 嘴角挂着冷笑 跑什么 我们的账还没算完 我心甘剧烈 随着他的步步逼近 我绝望颤抖 头顶突然响起螺旋桨的轰鸣声 树道光柱投射地面 强劲的气流将草木吹蛇 穿着迷彩服的士兵 从直升机上速降而下 快速包抄过来 我猛然想起沈倩曾说的话 他说月无恙从来就不是个简单的人 军方一直在暗地里找他 月无恙撂倒几个士兵后 冲我飞奔而来 他真疯 这种情况下不逃 还想找我报仇 这些士兵反应迅速 飞快举枪射击 闪烁蓝光的电击针迹 如同漫天巨网将他罩住 看得出这些人并不想伤他 姐姐 上车 一辆黑色皮卡急速冲到眼前 车里探出一张四层眼熟的脸 正是那天在超市 我顺手救下的少年 月无恙被无数针迹击中 电击的剧痛让他浑身净乱 他挣扎起身 又颓然摔倒 别 走 他死死盯着我 声音从喉咙里挤出 伸出的手都无法绷直 我深深看了他一眼 保重 夜风将声音吹散 我一蹶一拐 跳上少年的车 飞适而去 少年叫何阳 我们俩一路颠沛流离 乱世之下 人心比丧尸还可怕 我们遇到过打劫 欺骗 虐杀 甚至吃人 到处都是秩序崩塌后的 罪恶狂欢和丧心病狂 直到这时 我才发现自己 曾被月无恙保护得多好 后来我们在一个营地落脚 领导者带着大家开荒种地 勉强过着自己自足的生活 可末世之中 没有世外桃源 这天我们搜寻物资回来 营地里面一片狼藉 臭名昭著的技士党上门收贡 因为重灾营地的上贡数量不足 他们翻脸抢劫 还带走了十个女孩 邻居大妈满脸是血 哭得瘫倒在地 我的微微 她只有十岁 我心里一阵刺痛 那是个活泼爱笑的女孩 整天围着和阳打转 昨天她带了科糖给她 她开心地宣布 长大要做她的新娘 我担心地看了眼少年 她垂着头一言不发 可当晚她就不见了 我知道完蛋了 技士党基地庞大 人数众多 全是凶残的恶棍 他们就是末世的黑社会 到各大营地勒索上贡 谁要不服就打到服为止 甚至不惜摧毁营地 和阳这一句 凶多吉少 我想了一晚上 次日来到技士党基地 果然和阳已经被抓住 正要处决 我站上了斗师台 技士党有个规定 如果想要免除惩罚 可以上台博命 我提出登台换和阳一命 技士党领袖倪明博笑了 山谷营地的安保队长 你运气不错 今天有贵客来访 我们正好缺个娱乐项目 他身旁站着个神秘的男人 脸上戴着半张金属面具 两只丧尸被同时放出 嘶吼着争先恐后地冲来 看台上响起兴奋的尖叫声 我握紧长刀 沉着应战 刚开始还两个两个地放 后来三个 四个 最后一股脑全都放出 周围的呐喊喧哗声 不绝于耳 我凭借着灵活身形和实战经验 借助周围的一切可用之物 不停地瞄准 割喉 斩杀 杀到麻木 刀口砍到卷刃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像个血人 脱力地跪倒在一地残之中 我以为终于结束 可惊天动地的尸吼声响起 一只身高两米 双眼星红的丧尸 拖着铁链冲出来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丧尸 它力大无穷 疲漏坚硬 甚至还有几分智商 交手没几下 我就被打飞 后背狠狠砸到墙上 五脏剧痛 铁塔般的身形急速冲来 一道枪声响起 据我鼻尖只有分毫的尖爪被打偏 引得它仰天狂笑 K先生 你也想玩玩吗 傅明博抬手 示意手下收紧锁链 戴着面具的男人 吹了下冒烟的枪口 诗诗然地开口 如果赢了 这位勇敢的斗士小姐 是不是就归我 熟悉的嗓音 散漫地掉掉 我瞬间僵直 寻声望去 迎向一道灼热的发狂的视线 倪明博镜片后 闪过诡诀的光 可以 不过即使是尊敬的客人 也得按我们的规矩来 红眼丧尸身上的铁链被解开 绑在我和面具男手腕之间 并且没给他任何武器 可他毫不在意 悠哉悠哉地活动了下筋骨 身形如鬼魅般展开攻击 仿佛很漫长 似乎也就一瞬间 不知道他怎么办到的 我们之间的铁链 变成最锋利的武器 无情地绞杀丧尸的脖子 他按着那硕大的脑袋 狠狠冠上墙上的长钉 巨大的丧尸 像一根被挂起的咸肉 发出惨绝人寰的哀嚎 很快没了声息 战斗结束得太快 四周陷入一片死寂 操 那可是狂丧尸 就这么死了 为了捉他 我们死了十几条人命 这还是人吗 他妈比丧尸还恐怖 幽灵组织听过没 他是十二十者里面的K先生 那个游荡在各大基地的神秘组织 卧槽 千万别招惹他 无视周围的惊惧论 他微微俯身 炙热的呼吸 喷上我的脖狗 薄唇贴在耳畔 轻慢地低笑 老婆 我又把你赢回来了 月无恙 我终于还是落到他的手里 洗完澡 我穿着一条漂亮的丝制长裙 坐在长方形餐桌前 面前摆满鸡鸭鱼肉 蔬菜水果 甚至还有红酒 牛奶 玫瑰 是末世中想都不敢想的奢华大餐 是断头餐吧 我微正 随后又释然 不客气地低头狂吃 月无恙摘下了面具 露出深邃锐利的俊脸 半年未见 他愈加狂野张扬 轻轻晃动着手里的红酒杯 慢点吃 没人跟你抢 幽暗视线在我脸上一点点群寻 离开我后就没吃饱过吗 下巴都受尖了 我没理他 风卷残云般吃完 擦干净嘴角 站起身 冷静地直视他 当初是我不对 我准备好了 来吧 要杀药寡请便 他愣了一秒 倾笑出声 我要你的命干嘛 难道死了的你 比活得要有趣 是啊 以他封批的个性 怎么会轻易杀我 他只会一点点折磨我 你要什么 我白着脸问 你猜 他歪头腻我 还貌似可爱地眨了眨眼 我不忍目睹地转开头 觉得他更疯了 悦无恙放下酒杯 慢悠悠地走到我身边 指尖沿着我光罗的胳膊 一点点妈撒 用我教的本领 去救别的男人 为了他还抛下我 薄唇轻易地贴近 雨声忧冷 怎么办 我一直忘不掉 你那天扔下我的样子 我嘴角微抽 说得我好像什么负心人一样 不跑 难道等着被你叨 他却猛然张嘴 咬上我的脖梗 我痛呼一声 使劲推他 他牢牢禁锢住我 呼吸逐渐变重 慢慢有咬转铁 他碰过你吗 谁 我头昏脑胀 那个男人 我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 他在说何样 神经病 他才十八 月无恙冷笑 替他选个死法吧 是砍了四肢做成人字 还是把他变成丧尸 拴上铁链 没关系 没碰过 我急声说道 月无恙仔细辨别我的神色 确定没说谎后 掩住我的下巴 狠狠倾下 他像饿了很久的狼 凶横又霸道 前着我的后颈不容抗拒 拼命吸吻我嘴里的每一口空气 我完全招架不住 很快喘不过气 狠咬他的舌头 他不躲不避 任由血腥味在嘴里弥漫 我心里一颤 不由松了牙齿 还跟以前一样 又娇又怂 他终于轻垢 低笑着放开 伸出破了的舌尖 撇是唇角 练练的眼里 仿佛蕴藏着一团火 我腿脚发软得避开视线 好在他没再做什么 只是拉着我倒在床上 四肢并用的缠上来 疲倦的闭上眼 陪陪我 很久没好好睡一觉了 我心跳如雷鼓 觉得哪哪都不对劲 忍不住对他 又失眠了 需要我给你催眠吗 他闭着眼笑了 调整了个舒适的姿势 双手将我圈得更紧 我从没被你催眠过 傻瓜 我僵住了 没被催眠 他一口一个老婆的叫 护着我逃出监狱 好吃好喝的宠着 还有那些暧昧的言行 动我玩吗 不惜牺牲色相 脑子里乱哄哄的 不敢深想 末世最不值钱的 就是感情 喂一口吃的 丈夫能把妻子献出去 女友也能拿来共享 所谓真心 大多经不起生存的考验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活下去 像石头一样 没心没肺的活下去 几时党位 月无恙举办了晚宴 在这样的世道 我竟然还能看到 一厢并饮 功愁交错 可能睡了一个好觉 月无恙的心情不错 戴着面具嘴角勤笑 对人围着攀谈 我本来去拿水果的 结果却看到微微 她穿着轻薄的一裙 憔悴的小脸 画着成熟的妆容 被一个死胖子 抱在怀里上下起手 她害怕得浑身发抖 却一动都不敢动 王八蛋 放开她 脑子轰得炸裂 我冲过去抢人 胖子反应也快 将我狠狠推开 她眼里闪过了然 轻蔑地笑 舍不得她 那你跟她换 微微半边脸红肿 裸露的皮肤上 全是亲子 她已经不会笑了 曾经纯真的眼里 只剩麻木和恐惧 我的心抽抽的疼 指甲深深掐进肉里 好 我跟她换 换个屁 你现在是老子的人 月无恙举着酒杯 慢悠悠地晃过来 看到她 胖子瞬间酒醒 K大人 我无意冒犯 请问这位是您的 她看向我 月无恙也看向我 你说 我们什么关系 言外之意 没关系她不会出手 我僵了下 脑海里快速闪过 其他人讨好鲜妹的画面 于是一样画葫芦 逼自己扯出一抹甜笑 死鬼 你刚才还叫人家老婆 月无恙陡然一僵 面具都挡不住 她脸皮的抽动 糟糕 戏眼过了 她撇开头 肩膀大幅颤动 然后轻壳一声 一本正经地说 听到了吗 她是我老婆 说到最后 尾音不自觉上扬 带着鼓说不清的愉悦 胖子一副智商 被侮辱的表情 明明刚看到她 把人从斗师台营下 怎么转眼就成老婆了 我不管她信不信 冲上前拉人 胖子拽着微微的手不放 等一下 话没说完 粗壮的身体已经被踹翻 妈的 最讨厌别人 跟我老婆拉拉扯扯 月无恙皱眉擦手 我 她果然疯得更厉害了 听到这边的动静 傅明博气定神闲地走来 瞥了眼 缩在我怀里的微微 笑道 K先生真会怜香西域 刚救了夺火玫瑰 又看上小百合 月无恙皮皮一笑 舍不得 本来就是让人取乐的小东西 很荣幸你能看上眼 不过得按基地的规矩来 在上一次斗士台 傅明博摇头叹气 你一来就杀了唯一的狂丧尸 我到哪 再去给你找一只 你不知道 当初为了捉他 我耗费了不少力气 月无恙懒懒掀起眼皮 所以 傅明博微微一笑 帮我再抓一只 活抓狂丧尸比 杀死难上百倍 我不想再欠月无恙什么 主动提出跟他一起去 只求他派人 把何阳和微微送回营地 你在担心我吗 月无恙眉头扬起 嗯 担心你一去不回 我也活不了 老婆 你现在真不可爱 我莫名有些焦躁 别这样叫我 你明知那是假的 把他变成真的 不就行了 他的手指 轻轻勾我的为止 然后整个抱住 放在唇边 暧昧一吻 这样我们就跟从前一样 好不好 心弦狂颤不已 我盯着眼前 疯狂撩拨的脸 末世前 他就是我无法理解的存在 现在我更看不懂 不管是他的 呃趣味 还是真的对我有几分兴致 我都不敢当真 沉默半上 我闷不吭声地 抬手解一扣 如果你想要的是这个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 长裙如花瓣一样 微米落地 月无恙的目光 瞬间被点燃 他炽热地看着我 看着我想落花逃 很美 他声音嘶哑 喉结剧烈滚动 我很喜欢 然后缓步走来 捡起地上的衣服 将我紧紧裹住 别诱惑我 他痛苦呻吟 虽然我很想 但现在不是时候 我懵了 傻傻地问 什么才是时候 月无恙在我的肩膀 很咬一口 等你心甘情愿的时候 胆小鬼 正值春末 草木繁盛 杂花生树 我没想到 这趟危险的劣势之行 会变成类似 浇油 月无恙一路上 不停指使 纪事党的人干活 一会上树摘果子 一会下河摸鱼 还让他们去摘野花 他边花还给我带 纪事党的人 敢怒不敢言 看他的眼神逐渐扭曲 月无恙毫无所觉 用消音手枪 裂了只野兔 在河边处理完 直接架火上烤 我肯得油滋滋的吐腿 心不在焉的苗像 不远处纪事党的人 他们鬼鬼祟祟 不知道在图谋什么 长点心 我可不想变成丧尸点心 嗯嗯 刚张嘴 就被月无恙趁机 塞了块嫩肉 他顺着我的目光瞥了眼 不感兴趣地收回 好好吃 这些臭鱼烂虾 不值得你烦 怎么能不烦 纪事党没一个好人 月无恙一个手下都没带出来 就我们俩 不知道是真信任他们 还是太过自负 我忧虑叹气 红红的野骨又冷不房地塞过来 不是 我胡伦咽下 你除了投胃 我就没其他爱好 自从抱我闲个手后 他就开始把我当仓鼠养 势必要养回原来的皮光肉滑 不行吗 吃太饱 遇到丧尸跑不动 月无恙侧头邪笑 放心 就算你被咬变成丧尸 我也舍不得杀你 我会把你圈养起来 养得白白胖胖 我无语瞪眼 死了也逃不过被投胃的命运吗 真怕他不是开玩笑 毕竟他那么疯 万一真有那一天 我肯定会抢着先自我了断 没想到一语成衬 只是受伤的不是我 而是月无恙 既是党的人将我们带到之前 发现狂丧尸的地方 我们设下埋伏 经过一番拼杀搏斗 用特制的铁丝网捉住一只 月无恙跳上尸背 将麻醉针迹扎入他柔软的耳朵 丧尸发狂甩开他 伏地抽搐 发出长长短短的嚎叫 我撑着膝盖喘气 以为抓捕成功 可下一秒 月无恙就变了脸色 猛然冲向我 我和他的身后 同时窜出两只狂丧尸 他只来得及护着我躲开前面的攻击 自己被身后丧尸击中 肩膀瞬间被划开一道猙獰的血口 我心跳骤停 捞起地上的微冲 一通疯狂扫射 几十党的人 早已跑得不见人影 地上被麻醉的狂丧尸又站起来 撕开铁丝网冲过来 三只丧尸前后夹击 密林中又冒出两只 我和月无恙边站边退 最后躲进山林深处一处防空洞 洞口隐蔽 里面昏暗冗长 我来不及喘云 就着手电的光 急急撕开月无恙的衣袖 血肉外翻的伤口一片黑子 眼睛瞬间刺痛 我颓然瘫倒 崩溃嘶吼 谁让你救我的 我不要你救 为什么总让我欠你 月无恙已在潮湿的洞壁 竟还笑得出来 如果我变成丧尸 你会杀我吗 会 我毅然达到 说完 眼泪成串落下 月无恙 长指接住一滴 这次是舍不得我吗 我的唇抿成一条直线 浑身抑制不住地颤抖 乖 再不说 我就听不到了 是 分胎后有没有想我 有 你爱我吗 好一会之后 我泪水连连地连连点头 看到他被击中的刹那 感觉天斗他了 追星的刺痛和绝望 如海啸般将我淹没 这一刻 我鸵鸟般的心意 终于再也无处可藏 月无恙笑了 苍白的脸像盛开的图迷 早承认的话 我们该有多少美好时光 傻不傻你 他轻轻靠过来 失去我的泪水 可就算这么傻 我还是喜欢 抱歉 没能早点找到你 让你一个人 面对这操蛋的世界 你瘦了很多 不爱笑了 也不敢去爱 不过没关系 以后跟我在一起 想娇就娇 想耸就耸 我再也忍不住 挖得哭出声来 没有 以后 则 咒我呢 没听过祸害一千年 我不会死的 听着他的安慰 我哭得更凶 月无恙笑着寻寻善诱 要不打个赌 如果我没死 以后你永远不离开我 我一边哭着点头 一边拿出粗绳 在他无语的目光中 悲痛欲绝地 将他捂花大绑 他还有心情说笑 换个场景 这捆绑游戏 我还是爱的 我心里很乱 泪眼模糊中 举枪的手不停颤抖 如果他失变 毋庸置疑 会成为最厉害的丧尸 到时候 不知会有多少人 惨死在他手里 可我却不确定 是否舍得扣下扳机 病毒似乎发作了 月无恙满脸疲惫 垂头靠墙闭目休息 我一顺不顺地盯着他 暗光中 他侧脸逐渐红烫 胸口微微起伏 每过几分钟 我都会不安地叫一声 月无恙 他合着眼轻怨 活着 月无恙 没死 别开枪 终于熬过漫长的 三小时观察期 冷汗将后背禁尸 我举着手电照向他 月无恙眯眼抬头 额头一层薄汗 眼睛没有冲血 面容没有扭曲 神志也很清醒 还笑得撩人 老婆 我爱你 我诧异地放下枪 上前查看他的伤口 代表诗变得可不黑紫色 已经退去 露出烟红的血肉 到底怎么回事 我又惊又喜 一边给他松绑 一边用看怪物的眼神看他 月无恙活动胳膊 都说死不了 我有尖锐的诗毫声 乍然响起 痛苦又暴躁 从山洞深处传来 月无恙莫地住嘴 和我对视一眼 然后拿起微冲 掀起我的手往里走 七转八拐后 我们面前 豁然出现一片开阔地带 密密麻麻的铁笼里 关着双眼发红的狂丧尸 有的在哀嚎撞击 有的已经不动 还有一些半人半师 躺在试验台上 身上插满各种仪器 一群穿着白大褂的人 来回检查做着实验 我遍体深寒 这里俨然是一个地下实验室 可怕的狂丧尸 竟然不是进化的产物 而是人为制造 如果这些东西跑出去 外面将会变成怎样的链鱼 月无恙看出我的想法 你先出去 你要干嘛 幸福地给我挖坑 不回静下 不太礼貌 我跟你一起 不要了吧 你在身边我会分心 他促暇地眨眼 没有我这个累赘 他应该行动更方便 我不再坚持 把身上所有弹药 手雷都塞给他 默默看着他 收拾战术袋 检查弹侠 他抬头看到 我巴巴的眼神 哀叹一声 使劲在我头上揉了揉 真要命 再看就把你拴裤腰上 以后不分开了 不知过了多久 地动山摇的爆炸声 从洞里响起 我焦急地走过去 突然后颈一痛 被人打晕 等我醒来 发现自己被绑在实验台上 头顶的白痴光 亮得黄眼 傅明博正拿着针头 抽吸试管中暗红色的溶液 我一惊 你要干什么 傅明博举着注射器 笑得阴森而变态 K炸了我的实验室 你说我干嘛 这针下去你可能暴体而亡 可能变成丧尸 也可能半人半尸 你猜他会不会救你 你个疯子 我哪有他疯 他召集幽灵十二使 围了基地要跟我开战 我猜的没错 他果然是军方 一直寻找的抗体携带者 只是没想到 他还是幽灵首领 我目瞪口呆 他没跟你说吗 傅明博好笑地扶了下眼镜 你也看到了 他被狂丧尸伤了都没事 多么神奇的存在 我的实验迟迟不能突破 我需要他的身体 他的血肉 他的血清 他的眼神执拗而疯狂 我彻底慌了 他不会救我的 我们只是露水情缘 和其他人一样 傅明博听而不闻 撸起我的袖子 用酒精棉球擦拭 他三番两次 从军方基地逃脱 组建幽灵组织 又将他们分成若干小队 潜入各个幸存者聚集地 只为了找一个女人 针头猛然扎破皮肤 你猜 这个女人是不是你 傅明博扔了空针管 看着我宁笑 我的心震战不已 浑身犹如火烧 血液呼啸奔腾 仿佛要冲破血管 在斗尸场我就知道 他只是想把月无恙骗来 月无恙 你不要来 一时被疼痛撕得支离破碎 我忍不住痛哭出声 恍惚中 听到傅明博冲着电话咆哮 我不是在求你 你女人在我手上 你不管她死活 你听到她在惨叫吗 只要你答应合作 我就给她解药 哼 你不敢 闹大了会惊动军方 你也不想失去自由 话音未落 爆炸声震耳欲聋 房屋阵战摇晃 窗帽里碎了一地 草 疯子 傅明博扶着桌子 震惊又慌乱 快 带上这个女人跟我走 等等 你们什么人 怒骂声和密集的枪声 交织在一起 束缚带被解开 身体被悬空抱起 剧烈的颠簸奔逃中 我彻底失去意识 解药为什么没笑 我们的人被骗了 那只是半成品 只能延缓事变 狗娘养的 把她给我带过来 我是被噩梦般的 惨叫声惊醒的 一睁眼 看到是杀疯了的月无恙 她浑身浴血 头发凌乱 眼底不满是人的红血丝 对上我的一瞬 便脸似的收敛杀气 硬生生挤出一丝笑 老婆 你怎么样 她小心翼翼地握住我的手 那只手已经枯搞发灰 倾金抱起 不自然地抽动 估计脸也好不到哪去 我努力扯出一抹笑 别难过 我有心理准备 这个世界糟透了 我一点都不喜欢 遇到你是唯一 让我觉得开心的事 我早受够了 前一秒还说笑的人 下一秒就朝你扑来 遇上越无恙 我已经比大多数人幸运 可终究还是遗憾 遗憾我们才刚刚袒露心意 眼角滑落一滴泪 被月无恙轻轻开去 她亲吻我便意的手 嗓音嘶哑 别怕 我会救你的 你答应过不离开我 我虚弱地笑 别把我养起来 我不要变怪物 很丑的 你要好好活着 说不定每天灾难过去 就会有新的世界 替我好好看一眼 把枪给我 你下不去手 我自己 未说完的话被狠狠堵住 月无恙疯了半发很闻我 她甚至咬开我的唇角 丝毫不怕感染 眼神坚定而疯狂 你不会死 要看新世界自己去看 说完 拿起吸满暗红色溶液的针头 狠狠扎进自己的手臂 然后抚摸着我的眉眼 拨打卫星电话 老头 来找我吧 就不活我老婆 你将会失去你最宝贵的实验体 我陷入深深的梦境 周围是浓厚的 挣不脱的迷雾 眼皮很沉 总也挣不开 见货总会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在我耳边低语 她叙叙叨叨讲个不停 她说窗外的玉兰花开了 味道很香 她很想带我去看 问我为什么不行 她说 疫苗的研究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 军方也在建设安全堡垒 问我什么时候醒来 她说 本来我只是她一时兴起 逃亡路上顺带烧上解闷的 结果她亏大了 问我醒来后 该怎么算账 她还说 早在病毒大规模爆发前 政府就开始研制抗体 后来消息泄露 国外势力渗透 首席病毒专家落入黑帮 她为救她大开杀戒 老头在危急关头 将最后一支半成品抗体 注入她的体内 她熬过排斥反应 成为唯一的抗体携带者 她说 是不是那老头水平不行 她有点后悔救她 她问我到底什么时候才醒 别说了 我耳朵都快长茧 狗屁专家 我老婆怎么还不行 体质不一样 你以为都跟你一样变态 清点 她怕疼 你没别的事可做 你以前多拽 现在怎么不跑了 要不是我老婆想看新世界 你以为我会待在这破地方 阴森的磨牙身后又说 等我老婆好了 你就看不到我 你要去哪 我生如文银 一着急 不知怎么就挣脱迷雾 睁开了眼 诡异的寂静后 头发花白的老专家 发出不属于她这个年纪的 洪亮大笑 醒了醒了 太好了 我就知道研究方向没有错 她忙不迭地 给我做各种检查 比在纸上刷刷写的飞起 月无恙被赶到一旁 像增雕像般僵硬矗粒 只是眼睛紧紧盯着我 仿佛一眨眼 我就飞了 检查一结束 老专家就被她往外赶 臭小子 你克制点 她才刚醒 声音被无情关在门外 月无恙一步步向我走来 她轻瘦了些 却更加冷峻桀傲 锋利漂亮的眼睛 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修长的身形斧低 想碰又不敢 仿佛我是个一岁的娃娃 眼尾渐渐发红 带着恼怒 你还知道醒 我以为我想你 我主动圈住她的脖子 堵住她不安的唇 她只愣了一秒 立即反客为主 紧紧抱着我疯狂攻城掠地 直到我喘不过气来 才不舍放开 对不起 让你等这么久 月无恙抱着我不放 我真怕你不肯醒 你说不喜欢这个世界 冷傲的脸难得染上不安 声音也闷闷的 摸着我长到急腰的长发 一年多了 你可真能睡 我也真能等 有时候我想 是不是真的被你催眠 否则怎么会心甘情愿被困在这 还做了死老头的白老鼠 她语气里的憋屈太新奇 我不由发笑 笑得屁 你也是白老鼠 嗯嗯 我们是一对小白鼠 她莫名被顺了毛 我安抚地摸摸她的脸 手感真好 顺手又摸了两下 月无恙 神奇地红了耳尖 冷哼着抓住我的手 安分点 我可不想搞出小白鼠孩子 我笑喷在床上 她也笑完了眼 月无恙 谢谢你等我 还有你做的这一切 我心里软软的 主动与她食指交缠 我爱你 我不再别扭 黑眸瞬间星光璀璨 她弯腰将我抱起 干嘛 带你去看玉兰花 还有这个正在变好的世界 谢谢你